吓人 大量吃橘子会变成小黄人 很多人还蒙在鼓里 又到了吃橘子的季节 很多人都喜欢一个接一个地吃 橘子 酸甜可口 富含多种维生素 大量吃橘子的确会导致变成小黄人 医学上称为高胡卢布素血症 类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A 维生素A是人体不口或缺的成分 构成视网膜细胞中的成分 参与按适应能力的形成 如果缺乏维生素A将出现叶芒症 此外 也会导致角膜搬造症 皮肤干燥 脱血 生长发育会受到影响 也会影响免疫力 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 一般情况下 类胡萝卜素在在肝脏中 经胡萝卜素酶作用后断裂成视黄泉 进而被还原成视黄醇 维生素A一级视黄醇 维生素A二维三 脱青视黄醇 例如肝炎 新生儿黄胆等 其中肝炎是因类肝细胞受损 肝脏是解毒器官 肝细胞受损 胆红素代谢功能下降 导致血液中胆红素水平升高 所以肝炎患者会出现皮肤和鞏膜的黄染 高胡萝卜素血症患者 有短期肝橘 橙子大量摄入食 鞏膜不黄 皮肤没有臊痒 血液嫩短胡萝卜素浓度正常 几时肝橘 橙子 南瓜 胡萝卜 番茄 红薯 馅菜 桃 柿子等食物 多喝水 促进排泄 服用维生素C 加快排出 橘子上的白丝是一味药材 叫做橘落 橘落中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 例如康泉 西西 坎西 多糖物质和类黄瞳 类黄瞳中以橙皮肝 蟹皮素 右皮云香肝为主 所以 同时橘子皮也是一味药材 橘子皮肤 través的